HELLO,大家好,我是HIDI,新年快樂,來到2021年根據傳統都要和大家說一下我的年度最愛的 所以今天這條影片就想分享10樣我2020年最喜歡用的護膚品和身體用品 化妝品方面,我還在想拍片講好,還是在Instagram做一個排行榜給大家看 Anyway,我們今天就focus在護膚品和身體用品方面 今天所分享的產品全部都是2020年的時候遇到的 所以一些我本身很喜歡用,用了很多年的產品,我免得每年都上榜 例如那個去角質的化妝水,我就不再介紹它了,說一些比較新一點 雖然也有一些是每月最愛說過的,始終都是喜歡用的東西 Anyway,看看它們可不可以last到今天這個榜年尾的時候 都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樣東西就是今年出現次數都很多的 Fetive EAA20這個美白精華 Fetive是一個香港的小眾品牌 這裡一支30ml就是賣280元的 它會上榜的原因就是到現時為止 它還是唯一一支不會令我敏感的美白精華 我用過很多牌子,特別是維他命C或者一些很進擊的精華 我一想臉就會起一塊塊,發熱會癢,要三四個小時才會退到 所以這一支它一來不會敏感 二來它真的做到整塊臉的美白 它不是去斑型那種的 如果你有斑的話,它會整塊臉的臉色跟斑一起白 但是斑是退不到的 質地你會看到,嘩,流了下去了,這麼快就已經 推開的時候是好像水一樣的 一點都不會黏黏,也是很快吸收的 很快塗兩下它已經完全吸收了 所以就算日常用也好,晚上也好 你不會怕它跟其他護膚粉打架 它也不會令你有負擔 很喜歡用它 然後榜上有名的,還有未來美的安瓶精華 我手上有這三款,分別是修護、美白和保濕 未來美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雖然今年不能去台灣 但是也很方便的 它可以網上購買,不用找代購 如果是這個安瓶,它一合有五支 就是199元台幣 我剛剛看,正在做特價 所以回到每支就大約10元 其實我不喜歡單用它 它就算有一個安瓶的面膜 即是一塊面膜再加一個安瓶 我也覺得沒什麼特別 而是這一支的安瓶就可以救到一些很沒用的面膜 因為這個安瓶你塗在臉上 然後用一個很普通很便宜的保濕面膜吸收 吸收完之後的臉的狀況就會非常好 無論保濕也好,修護也好,美白也好 都是會看到效果和可以耐久幾天 所以我自己都很喜歡偶然 對皮膚好一點 加一個安瓶給它 感覺上就有些吃補品的感覺 第三個年度最愛 都是一間香港小店 他們是Little Stardust 我很少會留包裝 但是這個盒子實在是太精緻和太美 所以我到現在都不捨得擋 它是有磁石開關 然後打開裡面就是一些保濕精華 我對它喜歡的程度就是 今年開ReviewInstagram的時候 打頭陣跟大家分享 本身收到它那時候 我是沒有特別大的動力去用它 因為一打開看到裡面的間隔 又有蓋又有一塊精華 好像要自己安裝很麻煩 我就默默地把它關上 放在旁邊 直至天氣越來越冷 突然很乾燥 我的皮膚有一點點 旁邊的狀況是有點凹皮 還要是粗糙的一個圈 很緊張 我用了很多不同的精華 只是令它沒那麼乾 但是消失不了這個狀況 然後我就突然想起這個牌子 因為他們的面膜都很強勁 所以我打開了第一支 就回不了頭了 這樣就為之是一套 有一支精華 然後有一個瓶嘴 打開了裡面 開了瓶之後 再吸進這個瓶嘴 就組裝完成了 平時我就很怕麻煩 它又要組裝 夏天又要放進冰箱 就是每次塗都要進廚房 我不可能會喜歡這類型的精華 但是它的效果實在太好了 它算是中價位 一盒480元裡面有5套 而每一套我跟媽媽一起用 可以用到一個星期早上和晚上都用 它的瓶是下面玻璃上面是膠 好像擠牛奶一樣 你調轉的時候 搓一下就會滴出來 然後擠出來好像膠水一樣 一點稠稠的 然後推開慢慢吸收 大約1分鐘左右就已經吸收了 剛才的份量是可以足夠用全面的 跟很多透明質酸的精華一樣 它剛剛吸收完是有點滴 但是過多一會就會清爽 它是像一個療程 譬如用了一個星期 你就會感受到皮膚是很飽滿 很水潤 然後就不需要立刻再開第二支 過多一段時間 譬如大約一個月或者三個星期左右 皮膚又覺得開始有固定 或者是你等到自己有狀況的情況出現 才再開第二支 我都覺得OK的 它不是每一天都需要用到的產品 但是一用是連續用幾天你會感受一個很大的水潤飽滿 吸收了營養的感覺 然後這一支就是年頭到年尾 大家應該都猜到MECA澳洲一個品牌的防曬 大家有興趣可以留下圖 上網找找哪裏有代購可以買到 我記得買的時候大約是250港幣一支左右 但是我找朋友幫我再買回來的時候 他好像是收我200港幣一支 所以我想是匯率的問題 或者是當地有沒有減價 他真的是今年用過最喜歡 現在有點骯髒 因為我真的用到尾聲了 我朋友是幫我再買了兩支回來 是非常之像一個Lotion 白色的Lotion狀一推你會發現很容易推開 而且是沒有犯法的 摸下去是好像塗了一層Lotion在皮膚上面 完全沒有防曬那種絕、油、一層膜的感覺 也沒有防曬那種很臭的味道 它不是不臭的 是還有一點點香味 好像真的在塗一些皮膚治 所以我暫時都很喜歡很喜歡它 然後就到這一支維他命E Cream Black Morse在香港就容易買很多 這支Cream真的是萬能的 你手乾就塗手 臉乾就塗臉 它的質地是比較稠的Cream狀 就是沒有那麼水 沒有那麼Lotion 所以你推開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它未必是那麼好延展性 或者那麼好推 你看到我現在手背很乾的 但是你推開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立即有一種柔軟的感覺 所以它這個開架的價錢 真的很值得大家放在家旁邊 我很喜歡當它日商這樣用 一個禮拜就用到三次左右 以它的價錢 我在澳洲買大約四十多元一支 在香港應該一百元前後就買得到 它的性價比高 就算一百元也好 這裡用到很久 你帶出去又方便 帶去旅行又方便 而且它的效果是可以比美到一些中價位的Cream 所以便宜之算 說起Skin Care又怎麼會沒有面膜呢 今年最喜歡的面膜 就是Lush他們的Cup of Coffee 這個已經是第二間了 都快用完了 我想了很久很久 究竟哪一款的面膜 才是我今年最喜歡的 因為有很多很好用的保濕 美白的面膜 但是今年最經驗 是我和我媽媽都很喜歡用的 就是Lush的咖啡面膜 它是深層清潔得來 又不會令皮膚很乾燥 它那股咖啡的味道 就算我不喝咖啡也好 我也覺得是很享受 它是令你個人很醒 早上或者日後或者晚上用也好 你會覺得很舒服 很Chill的一個感覺 它裡面是有一些粒子 不是一些塑膠 因為Lush的東西 全部都是很天然的 它們可以幫助帶走一些死皮 角質 但是之後 是不需要敷任何的保濕面膜 所以我們很喜歡很喜歡用它 接著就到Elimus 他們的Superfood Facial Oil 我很喜歡修護油或者Squally 這一類型的產品 在我桌上已經可能有五、六支了 但是這麼多支裡面 我最喜歡 和今年遇到最好用的 就是Elimus這一款 它聞下去 有一陣 貴婦品牌 很高貴的味道 但是用起來很輕盈 很容易吸收 絕對不會油膩的 因為有些油膩 你塗完很潔 推得很辣 然後還有黏的 是很差 或者是一些質地比較稀 但是無感的 都不是我喜歡用的油膩 這一款就合到好處了 它的質地 是油和水的中間 不會很容易流光 但是 又會有一個流質的狀態 一小滴就已經可以推到很開了 然後質地是很薄 但是很有滋潤感 它有很好的修護和鎖水效果 在冬天的時候特別有感 塗完晚霜之後 你滴一滴 然後搓勻在手上 印在臉 第二天起床 你會發現臉完全不會慢慢緊 然後還會有一層 覺得晚上有一層 保護膜的感覺 終於分享完Skin Care 就到身體護理的部分了 首先都是Lush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洗頭皿 他們比較環保 沒有很多餘的包裝 所以我在家也是用一個起泡網 但是這個是蕃茄網 因為它不能起泡 蕃茄網本身有泡 但是這個網是幫助不到的 我怎樣使用呢 就是直接打開它 然後濕水 擠在頭上 它的好處就是清爽 但是它沒有任何修護頭髮的能力 因為我的頭髮很麻煩 它很乾 但是頭髮呢 如果用一些很滋潤的東西 就會生頭髮 所以呢 之前可能用一些很滋潤的洗頭水 可以令到頭髮沒那麼乾 但是頭髮就不斷爆瘡 用了這個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發生 既然它無法修護頭髮 所以我們就要靠這兩樣東西 都是同一個印尼牌子 一個是髮膜 一個是護髮油 給大家看一下包裝 髮膜就是一個牙膏形狀 然後髮尾油呢 就是這樣 一瓶裡面有五十粒 有五十個膠囊 簡單來說就是便宜 這支是四十元的 很多人都問我在哪裡找到 其實在鴨寮街 深水埗 一些後面的檔口 不是檔口 是店舖 印尼小店舖就會找到 不止一間可以買的 然後這一款其實比較多地方 DONKI已經買到 不過DONKI比較貴 一些印尼店舖 可能是五十元至八十元不等 大家去隔一間便會找到 我喜歡用都是粉紅色 因為我試過金色的 都是OK好用 但是如果頭髮好像我這樣 爛了 用粉紅色便會比較夠力 身體護理還有Body Lotion 今年我最喜歡用 就是Crab Tree這一款 我用的是這一款 看起來很中性的 夏天跟他們合作完之後 我就一直都很喜歡這個Body Lotion 它味道其實都很濃烈 不是那些女生的花香味 或者一些很女性的味道 它像是一個男生噴了古龍水 香水的味道 是比較清新中性的 而且它的濃郁程度 是你晚上洗完澡 去睡覺 第二天你打開皮 是還能聞到它的味道 而且它的質感是很清爽 因為Crab Tree他們以前的手霜 我不是特別喜歡的 但是這個Body Lotion 它塗完之後 你看到一推開 是沒有了 所以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歡它 薄得來 夏天用特別覺得很醒神 那種味道 真的很棒 對 所以就今年最喜歡用它 但是如果你說你尋找一個很滋潤 然後很柔潤 冬天用可以令到個人比較柔軟一點的話 它未必是 不過它這個味道實在是 令人難以忘記 好棒 以上就是我今年遇過的護膚品 以及身體用品的十大最愛 希望大家也會喜歡看 然後也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們今年的十大最愛有什麼 讓我參考一下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就三點 以及星期日日就數二點 好了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